沒錯 接下來就是我們大陸新聞在平衡的單元了 好 我們說到拜登剛上任之後 拜登的外交動作很多 那大陸有可能做事不管嗎 習近平最近動作也是蠻多的 包括習近平最新的談話 談的是中東歐的願景 談了什麼 開了什麼支票 稍後等一來解析 另外還有一個全球關注的 新冠病毒到底哪裡來 世衛的專家進了武漢來調查 還跑進那個華南海鮮市場 查出了什麼 拿魚幫大家整理好了 稍後一一來解析 好 另外我們剛剛提到了 美中關係逐漸升溫 拜登跟習近平兩個人 到現在都沒有跟對方通過話 也沒有跟對方見過面 倒是不停熱線各國的領導人 感覺就是要拉攏自己盟友的意味 相當濃厚 但我們說到中國最新的目標是哪邊 恐怕就是歐洲了 好 繼這個2月8號 外交他們的外交部長王毅 跟歐盟的外交代表柏雷利 進行視訊會議之後 外交部又有了最新動作 也就是在昨天晚上 舉辦了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峰會 好 在這個峰會上面 有非常多來自於中東歐國家的領導人 或者是他們指派的高官代表 一起來參加 討論議題相當廣泛 大部分都是跟經貿有關 不過為什麼這場會議 被很多的外國媒體批評叫做 戰狼外交 更被視為是想要破壞歐洲的和平呢 恐怕是因為習近平說的一段話 讓很多歐洲的國家覺得備受威脅 我們說到這場峰會 習近平親自參加 他出席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峰會 並且有一段蠻長的談話 我直接幫大家統整重點 他說了什麼 他提到了 對於中東歐 中國有非常大的願景 未來就是希望在中東歐地區 有大量的投資 他說現在中歐的班列 已經開行了3萬多列 也就是說在交通部分沒有問題 在經貿上面更不用說 他開了什麼樣的目標 5年內要進口 1700億美元以上的商品 從哪邊進口 就是從中東歐國家 好 在這個視訊會議上面 當著這些中東歐國家領導人面前 習近平告訴你們 5年內要進口這麼多的商品 好 就是告訴你說 接下來我們會跟你們有大量的經貿合作 另外很多中東歐國家最在意的 就是農業發展 好 習近平也給出了承諾 5年內我們中國 跟你們這個中東歐之間的農業貿易額 也會增長50% 包括這第二點跟第三點 都是非常多中東歐國家 他們非常關注的重點 也就是能不能賺錢 能不能賺錢 對他們來說最實在了 所以習近平在昨天參加了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峰會 這麼一席話就被外界視為 中國下一個大目標就是中東歐 我們先來聽一下他昨天的說法 中國14億人口 4億以上中東收入群體構成的超大規模市場 和內需潛力將充分釋放 為世界創造更多需求 帶來更多機遇 中東國家諺語說 好的建議比黃金更有價值 希望大家通過今天的會議 集思廣義 建言憲策 為新形勢下 中國 中東國家合作 凝聚新共識 好 我們可以聽得出來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在這麼長的一段演講當中 不停的提到大陸跟中東歐的地緣關係 還有接下來的經貿合作 他給出了一個大目標 我們說到大陸跟中東的關係 其實真的是可以扯到非常久遠以前 所以我們不用說 我們都常常說歐亞大陸 歐亞大陸 因為大陸緊接著的就是所謂的中東歐 再來才是西歐 所以對於中東歐來講 他們以地緣關係想要最快速發展的 確實就是大陸 而大陸現在他們所謂的一帶一路 又已經完全擴建在東歐國家 都是外界相當高度關注的 而在昨天的峰會當中 另外捷克總統澤曼 他也有參加 他更接受了大陸的媒體專訪 他怎麼說呢 中國跟捷克是患難之交 更強調希望未來捷克 可以跟中國有更多的經貿往來 彼此之間交流可以更加熱絡 不過說到捷克 我們很多台灣的 可能就會有點話問號了 大家還記得嗎 捷克之前的議長才來到台灣 還高喊我是台灣人之類的 但是他們的捷克總統 其實在立場上面是相當親中的 尤其這一番話更是被大陸媒體大肆的報導 也就是捷克總統直接說了 我跟中國就是患難之交 也可以看得出來 捷克非常誠摯的希望 可以跟中國 未來有更多的商業貿易的往來 要搶食大陸的商機 另外還有一個國家的總統 可以跟大陸關係是更好了 就是塞爾維亞的總統 他叫武器棋 他的經典之作是什麼 就是他親吻了五星棋 他親吻了五星棋 讓很多大陸網友都說 他對我們真的是真感情 另外塞爾維亞最近一次 跟大陸有最直接的關係就是 他們取得的就是大陸的錄製新冠疫苗 當初大陸在第一時間 就給塞爾維亞100萬劑的新冠疫苗 當時武器棋總統 就是親自舉辦記者會 迎接這些新冠疫苗 還大肆的謝謝大陸 提供這麼多疫苗給他們 包括很多中東的國家 現在訂的也都是大陸的疫苗 所以有沒有發現 其實大陸要將手伸進中東歐 其實是雙管齊下的 包括在地緣關係 彼此就真的是非常緊密 再來經貿關係 接下來又多了一個 也就是疫苗外交 大陸跟中東歐 他們之間在2021年的貿易額 其實就已經達到了 1034.5億元 其實金額就是相當的龐大了 另外大家看到這個是人民幣 這1034.5億人民幣 另外在17個國家 也就是習近平口中 17加1大於18 17就是中東歐國家 全部都設有孔子學院 有就是推廣所謂的華人文化 另外更不用說了 一帶一路最重要的就是中東歐國家 17個通通都已經被遍佈了 還有我剛剛提到現在還加上了北京的疫苗外交 所以大陸接下來在中東歐的布局 大家覺得非常的緻密 儼然接下來雙方一定會更加熱絡 但是我剛剛說了那麼多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外媒 甚至是台灣媒體 並沒有用剛剛的面向來進行報導 很多人提到的是 確實在昨天舉辦了 中東歐國家的領導人峰會 但是有很多國家的領導人是沒有出席的 包括立陶宛等等的領導人都是拒絕出席 外媒是怎麼形容這件事情 外媒說就是要重挫習近平 想要拉攏中東歐的努力 好 德國商報也引述了外交圈的消息說 雖然習近平親自出席 但是有很多中東歐的國家 他們對於這個視訊會議 興致缺缺 但是這個是西歐國家們的論點 但是我們看到陸媒 他們是非常樂觀看待這次的會議的 所以接下來 究竟是美國能搶食到中東歐的大病 還是中國能成功插旗 外界就會相當關注了 好 我們剛剛大陸新聞再平衡的單元 是聊到有關於大陸要前進中東歐的野心 那麼現在要關注到 就是全球都很關注的新聞了 就是WHO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小組們 他們在昨天召開了記者會 真的是全球矚目 所有的媒體都到了 因為他們要公布 WHO的專家進到武漢裡面 去查到底這病毒哪邊來的呢 好 他們召開了記者會 對 不過這個記者會的內容呢 好像白宮蠻有意見的 白宮說 我們很期待可以收到WHO後續調查數據 但是我們要另外進行獨立審查 好 很多大陸網友聽到白宮說 他們要進行獨立審查這個病毒 他們就說白宮說要檢查就是因為 他們不滿意這次的調查結果 好 美國為什麼會不太滿意這次的調查結果呢 來看一下我們整理的三大結論 我們說到昨天世衛的記者會當中 一共有三大結論 分別就是三個大家最好奇的問題 他一一給了解答 包括大家都說 這個華南海鮮市場 就是武漢當時疫情爆發最嚴重的地方 疫情就是從那邊來的 病毒從那邊來的 但是昨天世衛專家說了 我們只能確定 華南海鮮市場是傳播點之一 這邊確實發現了群聚感染 但是根據他們的文獻 在這邊發生群聚之前 其他地方也出現了病例 所以你能說這邊是起源點嗎 你能說海鮮市場就是起源之地嗎 恐怕不能那樣講 他們也說跟最初的傳播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說華南海鮮市場 就是病毒出現的地方 這樣子的論點呢 昨天WHO是打一個叉叉的 另外大家還說 這病毒 新冠病毒哪邊來的 很多人說這病毒就是跟蝙蝠來的嘛 就是跟蝙蝠的這個病毒序列很像 就是有人吃蝙蝠吃下蝙蝠之後 把這個新冠肺炎傳播出去的 是這樣嗎 WHO也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證實 說這個蝙蝠身上的病毒 就是新冠病毒 我們不能說蝙蝠就是新冠病毒的 直接祖先 他們昨天用直接祖先這個詞來形容 那有沒有可能是蝙蝠 有人吃下了蝙蝠被感染之後 然後又變異而成呢 這個地方還要調查 第三個點 也就是最多人擁有的一個疑問 他們說武漢啊 其實那邊有個病毒研究所 會不會病毒就是從研究所裡面出來的呢 這是有非常多的外媒 不停在質疑 有很多美國的媒體在質疑 就是武漢 這個研究所病毒跑出去的啦 還大家還記得嗎 在去年初這個傳聞就出來了 WHO這三點當中 最斬釘且鐵的就是這個 他跟你說可能性微乎其微 甚至說未來 這不會在我們的調查目的之一 也就是告訴大家 不會是從研究所出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綜合我們剛剛看到 世衛調查的三大結論 包括我們可以說 這個病毒就是武漢出來的嗎 目前不能這樣講 那是從有人是 是大陸人吃了蝙蝠感染的嗎 目前也不能這樣講 所以好像就不能把這個病毒的起源 歸塑在大陸身上 所以很多大陸網友才說 這也難怪白宮說 他們要再重啟調查 但是乃余要帶大家關注的一個點 是特別有趣的一個點 其實在世衛調查之前 中國官方他們就一再強調 病毒並不是在他們境內出現的 他們說有很多的文獻 證明這個病毒早就存在了 是不太滿 WHO的專家還跑進武漢來調查 你今天來武漢調查了 我也讓你調查了 那你不用去查查其他地方嗎 我們接下來就來聽一下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他怎麼說 中方始終本著開放透明態度 同世衛組織就全球病毒溯源保持密切溝通合作 為世衛專家來華提供了大力支持協助 不少線索報道和研究表明 病毒和疫情早在2019年下半年就已在世界多地多點出現 世衛組織應根據事實和職責 對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類似的考察 我們希望有關各方像中方一樣 在溯源問題上 採取積極科學和合作的態度 邀請世衛組織專家開展溯源研究 為國際抗疫合作 和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 承擔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好幫大家總結一下 剛剛他們大陸外交部的發言人汪文斌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病毒在其他國家早就出現了 他呼籲WHO應該要去其他國家來調查 不要直接來武漢調查 免得武漢又被貼標籤 也認為武漢人過去一年真的被貼標籤也真的很辛苦 另外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 我們所謂大陸新聞 大家很關注的就是美中之間的關係 說到拜登跟習近平明明就是兩大國 拜登在2月4號也發表了對中國的政策 習近平在視訊論壇中也說了他對美國的態度 但是雙方到現在沒有見面沒有通話 感覺真的是搞心冷戰的感覺嗎 兩個人死不跟對方通話 但是積極跟他國領袖來熱線 習近平最新跟誰熱線了 跟越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阮富仲跟他進行通了電話 大家必須知道大陸過去跟越南 本來越多屬於共產體系 所以關係都相當的好 尤其這個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 他是在今年的1月31號很罕見很高齡了 但是再次打破年齡限制 又當選了總書記一職 還有外媒直接說他就是越南版的習近平 好其實兩個國家的關係一直都很好 但是習近平在這個時候 再度打了通電話跟他進行熱線 兩個人什麼議題都聊 這個時候也被外界視為說 是在美中關係角力之下 趕緊找盟友再來鞏固一次關係嗎 習近平其實除了跟越南總書記通過電話 之前也幫您報導過了 他還打給誰 南韓總統文在寅還有白俄羅斯總統 分別都有打電話 什麼都談 談國家安全 談疫情問題什麼都談 這其中就是美中角力的延伸戰場 習近平打電話給了越南 那拜登跟誰通電話呢 他就跟印度總理莫迪通電話 這項消息是根據印度新德里電視台所報導的 拜登就職之後 美印領導人首次通上電話了 大家知道美國跟印度還準備要進行軍演 雙方在軍事上面是合作的 而根據美國白宮官方網站 發展示出的訊息 兩國領導人談什麼 他們說是談疫情問題 談氣候變化上面 還談了緬甸政局 此外 兩個人也談到了地區安全問題 有一個名詞很重要叫做四國聯盟 兩個領導人聊了四國聯盟 說是要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太關係 什麼是四國聯盟呢 華爾街就說這四國聯盟 就是要來對抗中國的 這四國是哪四國 美國 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亞 大家知道澳洲跟中國的關係 現在是相當的不好 這時候印度找上了美國 找上了日本 還找上了澳洲四個國家 說要進行安全協商 這也難怪華爾街日報 就評判這件事情 他們這時候通上電話 就是要來牽制中國 跟大陸媒體怎麼說 美印這麼頻繁 搞熱戀 這背後就是在找小動作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拜登 習近平 不停的跟各國的領袖來通電話 就是沒有跟彼此通上電話 這其中是有什麼問題存在 或者是說雙方這態度 還搞不清楚嗎 又是真的通上電話了 恐怕是國際大頭條 我們會隨時來為你掌握